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最近这个新闻啊 如果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你一定去过这家店 这个就是美国药房的连锁店 叫做Walgreens 那么他最近呢就宣布说 我们在全美21个州 不会贩卖堕胎药 那他们这样一个言论一出来呢 就引起了惊天巨浪啊 很多人就说 我天呐你们是不是保守派反抗了 你们夺取女人的权利了 堕胎药你们居然敢不卖 但是这个Walgreens呢 作为美国第二大药房的连锁店 他们的发言人宣布了 我们就是不会卖 在21个州里 我们就是不会销售堕胎药 那这21个州呢 有人就问了说 你不卖是不是因为有这个保守派啊 是吧 共和党人在那立法了 所以你不敢卖 不仅仅是这样哈 其实这21个州里呢 不光是保守派占多数的州 他们不卖 包括一些呢 对于堕胎药合法的 像是阿拉斯加州啊 爱荷华州啊 堪萨斯州啊 还有这个蒙大拿州啊 他们也说了 也是不会卖啊 那这个呢 主要还是因为法律的原因 因为你想一下 你说我药房对吧 我卖了堕胎药 堕胎药这玩意多危险呢 那么大一个手术 他让你吃个药 你自己回家 就得出一堆血 把那东西弄出来 你出事了算谁的 是吧 你说你告制药厂 你告得着吗 你是不是得告这个贩卖商啊 等等等等 反正这里面就是有一些 法律的原因 那他们考虑到这些 他们想说算了 有以后可能赔的倾家荡产的 这个可能性 那我干脆我在这些州 我就不卖嘛 那当然了 这个对于商家来说 是选择去卖什么产品 跟不卖什么产品 是他们的选择 那他们这样的选择呢 其实也是对他们一种保护 但是 哎 这个加州的州长呢 就不干了 他非得把这样一个 这个一个企业 自己做的 卖不卖什么产品的决定 他把它上升到一个政治化 啊 在周二呢 加州州长纽森呢 就因为这个Walgreens 做出这样的举动 他就生气了 非常生气 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人就是想要竞选总统吧 对吧 那他很多的时候 夺取左派票的方式 或者是夺取很多 保守派的人 也有支持堕胎的 对吧 他是夺取这一部分人的方式 他就说我支持堕胎 所以他就发了一个推特 他就说 我们加州啊 不会再跟Walgreens做生意了 如果有其他 跟他们这个公司 是有一样 退缩的这种举动 我们也不会跟这样的公司做生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共和党人 就是极端的 在把女性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礼拜二发了推特 礼拜三 惩罚手段就来了 周三 纽森就发出了 说我要跟Walgreens 取消价值5400万美元的合同 就是因为这家药店 在堕胎药上面的选择和态度 那其实这很奇怪 就是其实他们原本是在加州的会 他会继续贩卖的 对不对 然后但是现在他是却导致了这个样子一个情况 那其他州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Gavin Newsom应该是不干他的事才对 对就是人家选择在别的州卖什么不卖什么 跟你加州州长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的州长就是他想卷总统选机了 就是一定要出个头这个样子 那对我来讲 他很明显是一个为了要避免未来的法律责任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支持他们这样的行为 我们会因为你这样子的行为 然后来支持你的这个商店 所以请大家真的是去Walgreens买他们的东西 除非他今天就说OK好 那我们还是到处多买吧 这个样子的话 那真的不要在那边买东西了 但是我们要支持这样子的行为 我们要支持好的行为 我们要鼓励好的行为 就跟我们在传福音啊 还是跟别人交涉各方面的 我们是要鼓励正确的事情 我们要鼓励正义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别人做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鼓励他 然后我们要给他们嘉奖 然后购买他的产品 对我觉得不管是出于哪一个角度 是说他们是因为那个法律的原因 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他们这不卖 不管怎么样到最后是一个好的结果 他不卖就是不卖对吧 而且作为一个商家 他当然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我说我的店里 我想要卖什么 我就是想要卖什么 这样的话 他不应该得到政治上面的惩罚 所以因为我不想要贩卖这样的东西 对啊 这跟那个犹太教的那个想法有点像 像他犹太教 他没有去传教 叫你要信犹太教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 跟犹太人一样遵守神的法律 但是他们不会说 你一定要当犹太教徒啊 你一定要怎样怎样 你一定要变成我们的一分子 我觉得就算他们跟我们不是保守派 就算他们有很多work的这个什么东西 但是当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支持他们这样的行为 嗯 对 那这个说到堕太呢 其实很多人对于堕太的看法 是相当激进的 那不管是有一些基督徒也好 他们不太了解说堕太这个事情 那包括是大家知道 像现在这个尤其是在美国的年轻人 大学生对堕太的看法 那是相当相当激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类似的这种 大学生视频呢 说堕太视频 我就觉得说 哎呦好可怕 这个人怎么 那个对这个反应那么大呀 那于是呢 我们就亲身体验了一下 我们呢 去了加州大学 San Marcos的分校 在那里呢 之前因为我们有出过一集节目嘛 就是Gary Cass牧师 还有Trey Newman牧师 一起去那个大学里面 他们就支起了一个小帐篷 希望在那跟学生有一个 对话谈话的空间 然后他们当然也是希望 给一些人传福音 那是希望通过用神的律法的方式 让他们的心里感觉到说 哎呦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会是对的 为什么我心里会 对这个问题这么纠结 等等的哈 用就是现在社会上 发生的这些问题 去看神的律法 然后去看基督教 然后从而让他们 能够回转向神 所以呢 他们那天去到这个大学呢 当然我们也在现场哈 去到那个大学 他们支起这个小棚子 那天想要跟大家 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 就是堕胎 当下他们就打印了几张纸 贴在那个小棚子上面 那个主题就叫做 The future of abortion 就是想要看看 大学生对于这个话题的反应 是什么 当天我是就站在他旁边 那视频里有你啊 对 然后 那个 冲击力是很大的 哦是吗 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人 然后我就很紧张啊 想说哎 怎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难道说 就是我们平常抱那些 都只是意外的状态吗 就是嗯 我知道你那意思是说 其实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人想理 这种东西吗 还是大家都选择 不要出来说话 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 大概半个小时 还有40分钟之后 突然就有一个女的走过来 气冲冲的走过来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脏话 然后啪啦啪啦啪啦 你们这群基督徒 你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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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全部都骂了一顿 当下我是兴奋的 我想说哎呀 我的一个妈终于开始了 然后之后各式各样的人就过来 推着小孩来的 然后红色头发的阿嬷 什么什么各方面的就没过来 就是对我们一顿骂 然后我们讲什么 他几乎都听不进去 然后他就是一直骂 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那我个人认为 在当下的感觉 我是觉得很精彩 然后我很兴奋的 然后我可以看到一个牧师 这样子跟别人讲话 然后我们通常在教会的时候 都是对牧师是毕恭毕敬的 对不对 然后都是牧师好什么什么 你就可以看到有人 这样子对牧师这样讲话 然后牧师就这样承受 然后就是看着他 然后跟他这样对话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当一个牧师要有多有爱 要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在那听他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那些 这是充满邪恶的话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就想要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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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 your opinions this is more about you than it is me I'm not here to preach at anybody but I really want to hear your opinions what is it that makes abortion such a hot topic it's your favorite topic we have first person here says abortions are favorite topic it's actually my favorite topic to talk about to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t do you have a question anybody have a question about abortion can anybody define an abortion can you define what an abortion is it's a medical procedure that does what if you have a question talk to joseph over here I really want to hear your questions I really want to hear from you why would you say abortion is right why would you say abortion is wrong why is it such a hot topic in America today the US Supreme Court decided that it's no longer their job to define abortion right or wrong and they gave it to the states and here in California you've passed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huge you redefine your constitution to include a medical procedure that allows you to do a medical procedure on an unborn fetus all the way till nine months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nine months old before? anybody? I've been nine months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eight months old?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ten months old? any ten month old people here? anybody ever been ten months old? bottom line is the most pro-abortion people in America are college-age young men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have sex without consequences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exploit the women on the campus men, let's have your opinion on abortion why don't you come and share what you think it's not just a woman's issue you can't have a baby without a man so men,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love having abortion on demand or do you think that's an injustice? even this week all I know is that you're spewing some religious shit on our campus so please, let's talk about abortion I would love to talk to you about abortion that's why we came here thank you so I personally have had two abortions and it saved my fucking life I'm 29 years old if I had two children right now I would be a fucking mess you want to put women in a box you want to tell me what I can and can't do guess what, Roe v Wade was overturned I had my rights taken away and now I have to come and listen to your bullshit? I'm going to say bullshit because it's bullshit I love Planned Parenthood I had an abortion last year God bless I'm sorry that you lost your child we'll pray for you the young lady came a couple minutes ago and said that she had two abortions and that saved her life so that's a relativistic idea here that she killed two children to save her own life is that right? or is that wrong? are you alone? yes are you alone? yes thank you however, we're talking about the 99.9% of the cases where abortion is done for convenience sake mom says, like the previous young lady that her life is worth more than the baby's life so it's okay to kill two of your children to save your life it's wrong to kill all human beings but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world today the common religion is humanism and that teaches you that you're meaningless your hopes, your dreams, your desires, your love goodness is meaningless in the face of the fact that you're nothing more than mass energy coupled with time and chance and when you die, it's zero nothing happens but we're saying that there's a god of the universe that loves you that you're created in his image and likeness but he also made an eternal law structure for all people to live by and that is a truism there is a definition of right or wrong if you've got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right or wrong I'm welcome to hear it I'd love to hear it let's debat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do you ever turn on the TV and see something you don't like? what do you do? you change the channel so do I so do I this is my textbook money too did you just ask me a question? I don't know, did I? what's the question? you said why are you making me angry, right? I said why are you angry? yes, so you did ask a question so how about you give me the freedom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and stop interrupting me would that be good? go don't fucking talk to me like that I am angry because you are bringing your religion onto our campus whether I'm religious or not you're shoving your religion down people's throats and you're using your religion as a factual statement because God does exist and that's a fact that's an opinion so you're angry at God not being no, I'm angry because you are shoving your opinion down people's throats you're angry at God because God said thou shalt not murder do you understand the statements I am saying? I'm really trying to understand your statements I am not angry at God you just said you were angry I said I'm angry because I'm shoving your religion down people's throats I'm angry at you because you guys are not listening to other people's opinions if you're going to come here and speak on a college campus with people that are in college courses you should be having a conversation not believing that your opinion is the fact and you're not doing that you have a microphone I have a microphone there's dialogue so we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you may not like what you're hearing but guess what there is an eternal God he created you in his image and likeness he did create you in his image and he did give us a law and the sixth command will say thou shalt not murder and that is an opinion it's not an opinion because these people if you see these people this video is what I'm shooting so I'm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se people and actually I have a distance from them but you are seeing their face and they are not close to you and they are not close to you so you are angry at that time and you feel like you are being offended? is that true? because they always say you cannot get a report and you are so dumb you are so clumsy you say they can get a lot of argument there is no he is not he is just saying you are a liar you are not and you are no statistics and you are the king and something and their things are always then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they are no way if you ask him he will say that why that why he has no idea he has no reaction so when he does it he says oh that you say he will try to another other things in English 就是你只要说什么东西 他就说 那如果什么什么呢 那如果什么什么 对对对 东跳西 变性人问题 堕胎议题 然后什么什么小孩 杀小孩 然后婴儿的这个胎儿 是不是一个生命 多大的胎儿可以杀死 然后会不受到道德的谴责 然后小孩多大 从母体中取出来可以活 那是不是在这之前都可以杀死 等等等等的都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对我最深刻的 就是那一对夫妻 就指着我的鼻子说 那你愿不愿意领养 你不准别人堕胎 你愿不愿意领养 然后我说 如果说我有这个capacity的话 如果说我想要的话 我当然会愿意领养 然后我之后跟他讲说 哦你知道吗 新生儿的这个小孩 被领养率是百分之一百 而且都在那排队等着 对然后他就 yeah what about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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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teenager的小孩怎么办 什么什么 他就是他们永远都没办法 永远都是 what ab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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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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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如果下去 就是一堆很奇怪 然后几乎是没办法沟通的人 对 我觉得你这形容很对 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人 我觉得这是 大家只是想要来泄愤的 这样的感觉 就他只是想要骂你 然后想用各种办法证明说 你最蠢 你最傻 然后你的神很蠢 你的神很傻 等等等等 那这个视频里面有很多人讲到说 不要在我们这里讲什么 你的基督教的这种东西 你的这个东西全都是opinion 那那个像那个 Troy Newman那个牧师就跟他讲 就说就是有神 不管你相信与否 神就是在那里 这个跟你相不相信没有关系 然后那人说 那这只是你的看法 这只是你觉得 我不觉得有 所以就是没有 你觉得有 这不算数等等等等 反正都是这样的论述 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的人这样 其实也能理解了 因为我以前的话 虽然没有他们这么激进 但我的想法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到有的时候 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 就会有一些基督徒 会对堕胎这种东西 抱有非常不正确的观念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是基督徒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分别为圣 那你跟世界上的想法 或者是对这个事的看法 你就应该不一样 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通过这次去校园 还有在网上可以看到 很多对于堕胎 也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 无非呢 总结起来 也就是以下这几种 第一点呢 就是被强奸乱伦的孩子 到底能不能被堕胎 那当然我不是个女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也没被强奸过 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不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的是就是 一个人做坏事的话 那个人就要负责 如果你强奸一个女的 我是觉得说这个人 应该要被切掉叽叽 然后呢 再直接杀掉 只是如果说 我是一个这个立法者的话 我的天啊 但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很了解这个女生的这个伤痛 然后我们也很心疼这个女生 我们应该要全部整个社会的力量 来维护这个女生的这个尊严跟清白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不可以把这样子的孩子杀死 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 不用对你来讲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看来看去整个事件当中 其实跟这个事最没关系的 就是这个小孩 对吧 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个一个女生如果被强奸了 乱伦了之后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小孩杀死 你把这个小孩杀死 你只是给整个事件当中 多了一条无辜的人命 死掉了而已 唯一无辜的 唯一无辜的 而且是你杀了一个人 就你杀了这个人 你也没让这个事变好 你反而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 就是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个其实说实话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理由 就是你为什么要杀这样一个人 那在这个事件里面呢 有加害人 对吧 就是那个坏人 也有受害者 就是这个女生 但是这个婴儿呢 是这个犯罪者 罪行的结果 他为什么要去承担这个结果 他不应该承担这样一个罪 而被杀死 对吧 所以不论如何呢 在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 加害人跟受害者 就是这个小孩的父亲跟母亲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因为就是使用了这两个人的 精子还有卵子 这个小孩结合出生了 所以不论这个父亲 做了多么该死的事 不应该有任何人 把这个东西迁动于这个小孩 杀他的命来泄愤 那神赐给摩西德律法书上 这样说 在《生命记》24章16节 在这里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那同样的经文呢 在圣经里出现了很多次 在历代之下25章 以西节书18章 耶里米书31章 猎王纪下14章 都有出现 所以凡被杀的都是要因为他本身的罪 所以这个小孩是完全无辜的 那他就不应该至于是死罪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还有人会讨论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讨论的 就是说 那你不让人堕胎 对吧 那如果要是在孕检的时候 检查 发现说 这个小孩有先天性的疾病 或者是有残疾 那这样应不应该被堕胎呢 我认识一个女的 然后她就是小孩有问题 然后那时候她很挣扎 因为她家是 等于说全家都是基督徒了 然后因为她检查出来有一个问题 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能就是说 以后会比较长不高 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东西 我不太清楚 然后那时候她的爸爸妈妈 还有她的南方的爸爸妈妈 全部都是基督徒 全部都说你这个就拿掉就好了 全部就打掉 你们两个还这么年轻 你们就是把这个小孩弄掉之后 你们再生就好了 你干嘛要再纠结在这个上面 就只是一个小孩而已 就只是一个胎儿而已 还没有生出来之前 你就赶快把它弄掉就好 那她就很难过 她非常非常难过 她一方面觉得说 对她妈妈和爸爸说的好像有道理 然后好像真的也是为了他们好 那如果说你以一个理性的这个角度来去想的话 这的确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就很多世界上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对 但是她就觉得说 这是神给她的祝福 这是神给她的礼物 神给他们家庭的礼物 然后她就是把小孩生下来了 然后她生下来小孩之后呢 他们全家很好 然后这些父母也看到她 就是带她小孩这么快乐的样子 那小孩现在目前也非常非常的健康 也没有好像缺一个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很聪明 大家反而会因为之前那个事件 更爱这个小孩 很多妈妈是很想要这些小孩生出来的 很多妈妈是知道在产检的时候 就发现说这个小孩是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小孩就胎死腹中了 对 这样子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天生残疾的婴儿 在胎死腹中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她自己就没有办法存活 对 那生下来之后死掉的也很高 简单说我想讲的就是 God give and God take away 这是神给你的礼物 然后这是神给你根本家庭的一个祝福 如果说今天要拿走的话 是神该做的事情 不是你可以做的决定 一个人没有权利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生死 所以说不管说你的这个婴儿里面是有天生的疾病 然后残疾的儿童还是怎样的 你都应该要把他生下来 然后你应该要用同样的方式去爱他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两个小孩都很健康 然后我现在别人就讲过站着说话不腰疼或什么 我之前也想过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 她就是产检 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什么 什么羊膜穿刺还是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说这样的话你去看就是不是 就是有唐世证的小孩当然祷告就是说 请神不要给我们唐世证的小孩 然后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也还年轻 他也还年轻 当下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检查 我们觉得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就算今天是唐世证的小孩 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也要照顾他们 然后我们也要爱他们 他们反而是最可爱然后最无邪的 那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难去进入到一个人的脑子里 特别是父亲 因为我知道很多爸爸就因为自己的小孩是唐世证了 然后就没办法再爱他老婆了 就离婚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生出来这样子的小孩 不是你的人生就这样子完蛋了 然后的确是有很多的帮助 特别是在美国有非常多非常多这个样子的机构 在美国你公立学校都有special class 他们可以去那边一起上课 有自己的朋友 然后在这个也有很多就业机会 是唐世证宝宝可以去就业的 等于说这样的小孩不是一个废人 不是一个社会的累赘 常常很多健康的人他们都没工作 反而他们每一个只要能活下来的几乎都有工作 所以我觉得有各式各样 这样子的宝宝是可以为世界做见证 然后为这些父母做见证 是会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对那就像你刚才讲到说这是一个见证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先天疾病还有残疾人的这种问题 不光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如果你要是去看圣经的话 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 门徒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就问耶稣 就说拉比 这人生还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还是这父母呢 他们就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不是报应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人怎么会是一个残疾的呢 到底是他自己犯了罪 得这样的报应 还是他父母犯了罪 所以使得他是这样的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座位来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对吧 就是你讲的见证 就是说神是要在这样的人身上 显出神的座位来 那当然了 这里面也直接就是说了 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并不是说这个人 就像什么佛教讲的 你犯了罪 所以你的儿子就怎么怎么样 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不是因为这些 不是因为他犯了罪 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 显出神的座位来 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个人吧 尼克胡哲 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人没有腿 没有手 他就是这样一个身体 一个上半身 加一个头嘛 然后他就到处去演讲 他就是一个没有四肢的 一个残疾人 但是他被审使用 他到处全世界 跑去宣讲福音来 而且他这个人很聪明 非常的积极向上乐观 他这样的心态 让无数的人都被人感动 你就像刚才讲的 就是说很多健全的人 都赶不上残疾人 你看看那个洛杉矶路边 躺那个homeless 哪有一个是残疾的 全部都是有手有脚的好人 但是像我们看到 很多残疾人 他们心态非常积极向上 我们去那个 那个Walmart 买东西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雇 雇佣很多残疾人 不管是腿有问题的 还是什么有问题 人家全都在那里 辛辛苦苦的 在那里工作 一个小时也就赚十几块钱 但是他们愿意 这样去生活 他们这样积极向上的心态 其实比很多很多的 健全人士都没有的 那像尼克胡哲 对吧 他小的时候在家里 被保护的很好 因为他在家里 跟别人不一样 但他也习惯了 因为家里人对他 弟兄姐妹爸妈妈 对他都没有异样的眼光 但他后来去上学了之后 同学开始笑他 开始害怕他 他这个时候心态 有一个崩裂 他就说 我跟大家不一样吗 大家觉得 我这个样子是可怕的吗 因为在家里 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 所以他 在接触了社会之后 他就灰心丧胆 怎么让他走出来的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 这个约翰福音 九章三节 他是读到这里的时候 他看到说 神说要在他的身上 显出神的座位来 他整个人就豁然打开了 他的生命从那天开始就不一样 所以你想想 如果要是尼克胡哲的父母 在怀孕的时候 对吧 一去照超生活 说你这孩子没手也没脚 看到是一个 没有四肢的一个残疾儿 直接就把他杀死呢 这是不是拦阻了神的工作 拦阻了神给这个人的命定 那他就没有办法说 像现在一样 用自己的生命 去激励别人 也没有办法 去创造这样一个 非盈利组织 现在他这个非盈利组织 鼓励很多人 这非盈利组织就是 没有四肢的人生 鼓励很多残疾人 他也没有办法 在五大洲超过25个国家 举办超过1500多场的演讲 对那些政府官员 总统名人等等 还有240万人交流 并且通过电视报纸 杂志与超过6亿的人沟通 另外一记19章14节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不可咒骂笼子 也不可将绊脚石 放在瞎子的面前 只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什么意思 笼子耳朵不好 就可以骂他吗 因为他听不见 你就可以随便骂吗 盲人看不见路 你就故意将石头 放在他前面 要将他绊倒吗 这样的故意捉弄羞辱 这都是不可以的 难道我们可以 因为一些人身体的不健全 就去杀死他们吗 在这里 神提醒我们说 不可以 因为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 因为神是知道 我们一切所行的是否公义 所以在这里看到 其实这么多的问题 在生命的面前 都不是一个问题 每一个生命 都是神的创造 每一个生命 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机会 去活神给他的命定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极其美好的命定 他不是给那些 长得漂亮的人 有好的命定 他不是给那些 有钱的聪明的有命定 他给这些残疾的 被人不看好的 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命定跟呼召 现在很多男生 会说什么 我自己长得丑 我自己胖 我找不到老婆 我找不到女朋友 我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人家那个Nick 他老婆很正 很漂亮 很漂亮 身材又好 带着他到处去玩 而且还有孩子 对 人家这个样子 他都可以得到快乐 得到家庭 得到人生 他可以得到快乐 得到自由 得到 真的是喜乐 而且得到他自己的命定 就是因为圣经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见证 那包括还有一个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在这里说什么呢 说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杀生命的是撒旦 不是神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可以支持 杀害生命的行为 我们不可以做撒旦的行为 因为这是撒旦喜悦的 而且撒旦正在使用政府的力量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 你要被世界上的这些东西蒙蔽吗 他们说这是女人的权利等等等等 他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把你骗过去吗 耶稣在这里说 你可以明显看出来 撒旦跟耶稣的区别 耶稣来了是让人得生命 他不是要拿走生命 撒旦是要拿走生命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人最在意的一个问题 因为堕胎这种事情就牵扯到女人了 对吧 那很多人就会说 说这个你不让堕胎呀 你就是剥夺了女性的权利 所以反对堕胎 是不是剥夺了女性的权利呢 你觉得呢 神给了女人一个男人 永远都不可能有办法拥有的特权 但是这个特权现在被女人变成了一个借口 就是说因为他在我肚子里 所以我有权利杀了他 但是神的本意不是如此 神的本意是要让你享受这一段亲子的时间 但是你却把它变成一个杀人的武器 或者是一个杀人的借口 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在我肚子里 这就表示说 他跟你是分开的 只是他在你的肚子里 但是这边的口号就是 my body my choice 这是我的身体 所以说我可以选择 但是你不可以选择 让那个人的身体死掉 你不可以选择 你没有资格杀死任何其他人的身体 美国的人权法案 是给每一个美国人的 包括你的肚子里的孩子 他有生命的权利 他这个美国宪法是 生命自由 还有这个什么 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有资格有生命 他有资格有自由 他有资格追求幸福 你没有资格抹杀掉这样子的权利 你这样子做的话 是违宪的 诗篇127章3节 在这里说 儿女是英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这里面可没有前提 他说怀的什么样的胎 你怀的双胞胎 三胞胎 一个胎 他没有说 或者是他也没说 你是因为啥怀的胎 对吧 他就说你怀的胎 就是他给你的赏赐 你不管因为什么样的怀孕 原因 怀孕了 这个就是神给你的赏赐 不要用悲观的眼光去看他 不要用厌恶的眼光去看他 这个是赏赐 而且儿女是神赐的产业 如果你现在没房没车 没事 给你了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就是儿女 这个是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左派也好 他们大张旗鼓的说 我们要支持堕胎 我们鼓励堕胎 但他们不知道这样才是伤害女性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把这个东西 推成那个白的变黑的 黑的变白的 说什么不让你堕胎 才是伤害女性 其实堕胎 支持堕胎 鼓励堕胎 这样才是伤害女性 这样才是剥夺了女性的权利 你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手术 他们从来都不会告诉你说 你做完这个手术 有多高的几率 你的子宫可能会被切除 你的子宫里面可能会长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你之后还有什么进行刮工手术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说你吃完烂烂之后 整个人那个情形有多可怕 你要弄一个盆 然后蹲在那 然后你等着这个胎儿 那个那个从里面掉下来 你要接一盆血等等 他们都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 而且有时候还会没有办法掉出来 有些是他死掉 然后在里面 然后之后你还要再去开到里面 还会腐烂 然后还会发酵 因为那个尸体就在那个里面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都没有讲 只告诉你说 这是你的权利 这是你的自由 你有自由可以杀身 多爽啊 你可以跟撒旦一样 去使用这样的权利 这是多么邪恶的一个思想 那很多女生被骗 很多女生认为说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表示说 他们比别人高一等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行为 对啊 所以这些人呢 就为了这些政治的目的 对吧 以自由为名来伤害女性 但是女性就全然不知 而且现在呢 有更多的统计 或者是你去看这些游行里面 绝大多数支持女性堕胎的 是男人 嗯 你想想 男人为什么要支持女性堕胎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不想对女人负责任 他们不想用避孕套 他们不想要婚前禁狱 他们不想要跟这样的女人结婚 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小孩 他们可以把裤子一提 然后就说 你去堕胎吧 这个是他们支持堕胎的 唯一的一个理由 但是他们说什么 我们为了我们姐妹们的自由 是吗 不是 只是为了他自己的信誉而已 对 只是为了他自己 根本就不想要负任何责任 所以我们其实 作为基督徒来讲 作为社会来讲 我们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去帮助这样的人 我们大家都说要爱要爱嘛 你杀个人怎么会是爱呢 这个事怎么想也想不通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真的用爱来帮助 而不是杀戮 没条件养的 送领养机构啊 如果你真的舍得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你自己的小孩的话 你就可以送领养机构啊 有好多的人 想要你的小孩 对吧 那包括呢 像如果你说怀孕了 哎呀 怀孕了 这个男的也跑了 然后我又没什么钱等等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多的基督教机构 现在都在做这个 就是孕期的辅助机构啊 他们可以给你提供 财务上面的支撑 还有身体检查 还有生产等一系列的服务 那教会呢 也可以成为这些 患难中的一个避风港 对吧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说一个教会要如何去 转化一个城市 那其中有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做 就是呢 一个城市里面的教会呢 轮值去堕胎诊所门口 去传福音服饰 给这些黑暗中的 时尚生命方向的 这样的妇女 来提供各样的帮助 来帮助拯救生命 很多人觉得说 基督徒不负责任 只会在那边说 我们不要杀生命 然后什么忙都没有帮 其实不是的 太多教会有这样子的服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政府美国政府 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样子的服务 有非常多的墨西哥的家庭 他们小孩从44岁就开始怀孕 对 很多很多很多 对 然后他们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就是生一堆小孩 生一个小孩 只要是 这个小孩是未成年 然后他没有这个 这个能力去上班的话 政府就会给他钱 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 那一个小孩可以一个月拿800块钱 哎呦 是啊 对 所以说如果说你四个小孩的话 就是4832 3200 那个时候是很高的一个薪水了 而且那个时候物价也便宜 对对对 一个妈妈 然后生了八个小孩 一个月就有6400块钱 哇 不只是这个样子哦 不只是这个样子哦 因为他的小孩呢 也跟他一样 只要是女生 他们就14岁就开始生小孩 所以说他们生出来的小孩 也可以这样拿钱 那个家庭每一年都可以有钱 然后有这个假期 可以去坐邮轮 他们随时全家都在放假 很多人是在浪费 这个样子的资源的 这些法律一开始 都只是想要维持下来 这个孩子的生命而已 之前有基督徒 跟我们频道留言说 啊那你们怎么 你们要出钱吗 你们要干嘛 你只要上网搜一下 这些机构 你马上就可以找到了 说实话 你如果真的想要帮人领养 或者是一个怀孕妇女 她没有钱 你只要去找一样机构 马上人家就开始帮助你了 没钱就给你钱 对吧 没什么就给你什么 不管是政府的也好 或者是基督教机构也好 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就说没人在做 然后你就说 哦那还不如杀掉算了 你说这不是一个很残忍 或者是很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个说法吗 因为你只要一找就有了 那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堕胎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 大家应该很了解 就是堕胎这个事情 是千千万万不可以做的 而且也不应该被支持的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去预防这种事情发生 对吧 你说这种事情发生 又不是说你得流感了 或者你感冒了 你什么风吹一下 你就感冒了 这都不是这样的事啊 也不是像小时候 以为什么拉拉手就怀孕了 当然不是这样的事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 去预防这样的事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教育孩子 不要有婚前性行为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家长错误的教育 导致道德败坏的性泛滥 尤其是很多基督徒啊 我听到基督徒的妈妈呀 讲说 我们家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让他上大学里面 随便去睡女生去 反正儿子也不吃亏 这样是非常非常早 其实我妈也是这样教导我的 来 一三妈妈有在看节目吗 你要不要认罪活该 那我们就应该教导孩子嘛 说圣洁到底是什么 对吧 而且我们要 在读了圣经之后 要告诉小孩说 你如何要做一个符合圣经要求的 好男人跟好女人 因为你只要按照 神说的这个办法做 你一定不会吃亏了 你也不会走弯路了 对吧 像那些莫名其妙什么 那个性病啊 艾滋病重视都不会找上你了 对吧 你只要好好的在结婚之前 不要乱七八糟去搞这些事情 一定没问题的了 而且呢 现在的儿童主持学 还有青少年主持学中 一定要灌输这样的概念 一定要告诉小孩 什么是圣洁 而且要保持圣洁 就像你刚才讲的 对吧 就是对于男生来讲 好像欲望很难控制 尤其是这个青少年的男生 那你就要教会他 要怎么控制 你要让他知道 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 总而言之 这一集讲的不只是堕胎 而是整个性教育 然后还有整个性观念的一个思想 一个理念 我们要符合圣经 我们要拒绝罪 而且我们不要帮自己找无谓的理由 太多的人在合理化这些罪的行为 太多人在合理化这些 自己的欲望 然后觉得说 这一切是合理的 一切是OK的 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我们从小就要告诉我们的小孩说 这个样子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做更好 而且你有义务要做得更好 你为了你自己 你为了耶稣 你为了这个家庭 你为了这个世界 你有义务要做得更好 You have your duty to do better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提倡圣经的价值观 而且唯一阻止这么多社会问题 今天讨论到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的方法 就是跟随圣经 说穿了就只是这么简单而已 我们一天到晚在立法 说什么 如果说给这个钱的话 给那个钱的话 我们在立这个法的话 立那个法 通常都只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然后会打压到更多的人 会收更多的税 然后会浪费更多的钱 然后只有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们要的不是这些 神只给我们十个诫命 只要遵守这十条就好了 其中一个最难接受 就是犯奸淫这个东西 如果说所有的人 都可以不犯奸淫的话 整本圣经 大概是会少三分之二的 这个经文的故事在里面 所以说 以前的人是这个样子 现在的人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东西更扩大 然后更忽略 这个不可犯奸淫这个事情而已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管好我们自己 然后跟随圣经 我们只要跟着耶稣的方向走 铁定没有错 那如果要是今天 这个我们堕胎的观点呢 让你感觉到被冒犯 或者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生气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都建议你好好的读圣经 如果你要是基督徒的话呢 矫正自己的心 圣经里面的神的很多观点 跟你现在自己认为的很多观点 有冲突 没有错 太正常了 因为世界教给你的 跟神教给你的就是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心意更新而变化 放下自己的骄傲 好好的去读圣经 好好的去寻求神的心意 了解神为什么 对这些事情有这样的看法 一定要记住 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那如果你要是不是基督徒呢 鼓励你走到教会里面去 鼓励你来读圣经 鼓励你来跟随耶稣 所以抓紧时间 信耶稣 神可以拯救你的生命 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人 可以给你更好的方向 所以不要灰心丧胆 也不要害怕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啊 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人呢 哪怕是基督徒 在堕胎这个方面跟你这个想法就不一样 跟圣经的教导也不一样 让你感觉到很苦恼 或者是 你是不是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或者是你认为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